做對抗 就是說 你等下Band Peek的時候 也可以占得很大的優勢 對 又有很多花樣可以玩 不會說永遠都只有那一套 對 人家 你Band Peek的時候 人家開始在想說 你到底現在是要打什麼東西 我真的有點看不太出來 這樣你就成功了 這樣你就成功一半了 那新加坡先鋒 其實最近越來越多人在關注新加坡先鋒 基本上來說他們參加這個 IGN的Face Off的時候 也是取得了不錯的亮眼的表現 我是覺得那幾場比賽 也是打得相當的好看 所以好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Garena超級聯賽 截至目前維持的總戰機表 在戰機表上面可以看到呢 因為新加坡出差的關係 遠追美國的關係 他們這邊以賽是少了兩場對不對 他們 你看啊 台半殺星已經打到22場 那新加坡先鋒 是目前停在20場的地方 今天晚上要連追兩場 那在目前的戰機排行上面呢 台半殺星戰局第一 新加坡先鋒緊追在後 然後 345名依序是這個 套一句肯伊斯古德的說法 就是三小龍 GPL三小龍 三小龍 好 在這個GPL三小龍裡面呢 吸光小手隊已經 甩掉了吉隆坡獵人跟馬利亞獵鷹 那 吸光小手隊佔據第三 然後吉隆坡獵人跟馬利亞獵鷹兩隊呢 是並列第四 好 並列第四 還有緊追在後的就是 我們大家最愛的曼谷巨人 Yeah 只差一步而已 只差一步而已 只差一步而已就要破蛋 今天 對上新加坡先鋒 可能這個 啤酒 不不不 不一定要先從冰箱拿出來啊 打到一半再拿出來 打到一半看有沒有機會 他有沒有領先個五千塊 沒有要 對 因為要挑戰新加坡先鋒是比較辛苦一點 那但是 今天 一樣是曼谷巨人隊 希望今天新加坡先鋒出一個卡碼之類的 對 出一個卡碼 可是我覺得 球尾的卡碼有點猛啊 因為曼谷巨人隊不一定打得過他的卡碼 就比較有機會吧 對 比較有機會 至少比他出一個正常中路角的機會 好 那看完了聯賽的戰績表 馬上來看一下今日賽程 剛才一直這個 一直 透露 劇情洩漏給大家啊 今天晚上 八點整正常比賽 新加坡先鋒對上 曼谷巨人 Yeah 八點整的賽事 那我們 當然還是替曼谷巨人隊繼續打氣加油 但是要挑戰新加坡先鋒隊的門神地位 感覺是會比較辛苦一點 這是今天晚上八點整的賽事 新加坡先鋒隊曼谷巨人 緊接著晚上九點整 晚上九點整的賽事 是由西貢小丑隊出戰新加坡先鋒 所以新加坡先鋒隊要連戰兩場 連戰兩場是比較累一點 而且不過我覺得連戰的話 我覺得手感比較容易保持 對 就比較容易保持 你看第一場打完之後 然後手震熱 馬上打第二場其實也是不錯 但是萬一第一場落敗的話 心情的調整上面 速度是要比較快一點 因為其實很快就要打第二場 有時候情緒還拉不起來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輸就是會比較低落一點嘛 所以這也是無口 可是我覺得優秀的隊伍 他們去調適心情其實是非常快一點 一定要的 因為你永遠大賽就是會這樣連打 而且比賽有贏有輸 本來就是一樣 跟投資有賺有賠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比賽本來就有贏有輸 這個心情是要趕快調整的 好 那馬上進入第一場賽事的選手介紹部分 新加坡先鋒隊今晚的出戰名單 這是豆腐 Hallelujah Darkness Lightfall 跟Equivocal 所以 這個單手伏地挺身猛男 邱威下去休息 那豆腐這個照片他沒有打算要換衣服 他完全沒有 他完全 他就是想要一路用照片挫爆我 就是想要挫爆我到聯賽結束 那我就已經把那一格遮起來 然後螢幕上那一格 我是貼了一張黑紙把它遮起來 所以如果在螢幕上 豆腐這個區塊發生會戰 我是看不到的 我已經把螢幕弄壞 好 那以上就是新加坡先鋒隊的 今天晚上的選手 那沒有單手伏地挺身猛男 邱威的話 應該就不會看到神秘的卡馬單中 好 那以上是新加坡先鋒隊 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曼谷軍人隊今天晚上的選手名單 好 曼谷軍人隊今天晚上還是一樣有 他們 新進來的這位選手 素 要打AD Carry 這邊一樣幫大家補充鬥知識 就是素在泰語的意思 就是Fight 就是戰鬥的意思 所以他就是 戰鬥 對他的ID就是這個意思 你知道嗎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你幹嘛不改個音 哈哈 沒有人家是戰鬥 人家是戰鬥 他不是台語 他不是說台語 他不是在畫書 不用煩惱 那以上是曼谷軍人隊今天晚上的選手名單 曼谷軍人隊今天來面對 新加坡先鋒 就像上次面對台北暗殺星一樣 其實在GPL裡面撞這兩隊都是很辛苦 對因為我覺得畢竟經驗有差 他們經驗差距其實有差 而且東藍牙有很多隊伍其實打 誒 時間比較短一點點 誒 為什麼是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戰鬥 書 書 旁邊這個聲 不是我覺得這裡有點意味不明啊 導播 這個除了很表之外 其實有點意味不明 而且我覺得曼谷軍人隊會抗議啊 哈哈哈 為什麼要用這麼猥褻的照片 蓋掉我們很帥氣的戰鬥哥 哈哈哈 好 那馬上來開始 今天晚上八點準的這場比賽 新加坡先鋒隊的曼谷軍人 在藍方的部分是新加坡先鋒隊 然後紫方是曼谷軍人隊 誒 今天的 OB介面竟然是簡體字 好 因為是新加坡服的中文 所以是一個簡體字 好 支持新加坡服 因為最近 最近這個 海底纜線有些狀況 可能台風很多啊 海底纜線有些狀況 所以 據說 連台服比賽服的時候呢 其實 好像有幾個國家會 抱怨說有點LAG的狀況 所以 最近比賽就移到新加坡服來打 移到新加坡服來打 好 那現在先看BAN角 在BAN角上面 新加坡先鋒BAN掉了 弗拉迪米爾跟葉曲 那你知道 所有的 全球流的角色幾乎都被BAN光了 那佛拉迪米爾 我是覺得 應該是比較偏向的 就是隊伍 你自己在出陣容的時候 就是說 可能不想遇到佛拉迪 因為BAN角 因為BAN角其實有兩種型態嘛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BAN角其實有兩種型態 第一種是 就是說針對對方的英雄 然後去BAN角 第二個是 針對自己的 隊伍的陣容 然後再去 去選擇對方要BAN什麼角色 所以可以 讓自己的隊伍比較好進行這個戰術 對 好 那最後一個BAN角 曼谷巨人隊 到底什麼時候要BAN呢 BAN了 墨菲特 是 所以一路BAN下來 六隻角色BAN完之後 即使全球流 還有一些比較強勢的角色 像亞利斯塔都BAN掉了 對 然後 我覺得就是亞利斯塔 現在其實是一個 幾乎是一定要BAN的角色 因為現在那個 速推塔太流行 因為從韓國開始用速推塔 然後很多隊友開始用速推塔 所以 牛頭人這個角色彈力很強的角色 這個一定要先BAN掉 如果你 就是對速推塔 還沒有什麼自信去解決 解決的話 然後 怕被對方先選走的話 這一定要先BAN掉 不然被速推塔 牛進去彈的話 其實會非常的慘 其實我覺得亞利斯塔這隻角色 應該是還需要一些調整 因為 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看一下 好 等一下 先看一下選角 就是這邊選了摩甘娜 然後 這邊選了露露跟格雷夫 我覺得露露跟格雷夫 我覺得露露最近的 Support其實蠻常出現的 就是說 他搭配上一些 角色的時候 而且 我覺得選露露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 對方不曉得你 其他角色要出什麼 因為還沒有選 可是我們就是 陣容裡面就是說 如果配上露露 有一些什麼可以 突進的角色 撞進去放大 對 在後期會戰的時候 會非常強勢 好 然後這邊 這邊 這邊 這邊選了褲奇 這隻到到底是哪一招啊 這招很累 對 我跟你講 不是很容易 這個 這個是 肯定是古德發明的對不對 對 這是肯定是古德發明的 莫名的 好 就是 酷奇跟 李欣 那李欣 Jungle當然是 新加坡先鋒 非常擅長的一個角色 好 新加坡先鋒 非常擅長的一個角色 然後加上 就是 酷奇是一個 非常穩定的 AD Carry 我覺得這樣的選法 是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說 這一場又是看到 大叔打飛機 我覺得 我覺得大叔 打飛機這個應該 最近應該非常常見 我覺得是兩個 在前期很侵略 很訓練 然後又不會 後期也很強 就是有一些 AD Carry就是可能 前期很弱 後期很強 像 Van 像Van這種角色 還有Cogamon 前期就很不好打 那其實像飛機 EZ 還有大叔 這三隻 其實現在最一線的 AD Carry 就是前期打到後期 都還不錯的角色 對沒有錯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後邊是 選了 茂凱跟阿里 茂凱跟阿里 那茂凱這一隻 打野的角色 就是比較偏向 防禦面 對 而且 你選了茂凱之後 對不對 你的中路 你中路的AP Carry 就可以一直去吃死 因為其實茂凱 比較不吃這個 什麼裝備之類的 他可以 你的中路的一些 那個法師 就可以狂吃 開始狂吃自己家裡的 山狼飼鬼都可以吃掉 不過我覺得最近有點太流行 我昨天晚上玩一場Jungle 就是中路也吃我的飼鬼 下路也吃我的飼鬼 上路也吃我的飼鬼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一回事 我完全不知道要怎麼玩 玩一場Jungle 然後飼 飼鬼 山狼 二十 大家都吃 也沒有人問我 大家就把它吃光 然後我就講 欸 沒有東西可以搭 我要幹嘛 我要幹嘛 我覺得 最近好像越來越流行 然後也不看一下 你知道嗎 重點是我不是用冒開Jungle 我不是用戴安娜 我被吃光以後 戴安娜其實也是很吃裝備的一隻角色 對 他很吃裝備 所以 像你選了冒凱這種角色之後 就比較沒有這麼吃裝備 因為可以盡量讓中路可以去吃 然後讓他壯大一點點 而且 冒凱配上LuLu其實也是很棒的 所以說 冒凱進去之後 然後 LuLu就危險放大絕 然後冒凱再放個大絕 然後整體就降傷 其實我覺得是蠻棒的一個選法 好 嚇我一大跳 我剛才看到賀克林嚇一大跳 那這邊看一下新加坡先鋒是選了 藍寶跟機器人 那藍寶上路 新加坡斧應該是版本的構新的 所以藍寶這邊應該已經是Nurve過的版本了 Nurve過的版本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Nurve過傷害稍微變低一點 但是我覺得 也不改 藍寶其實在上路非常強勢 因為其實傷害如果稍微變低 但是其實藍寶 他在會戰中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可是我覺得 因為藍寶這個角色其實你先選比較容易被扛 因為如果你像選什麼一些突進的角色 像我覺得嘉文其實也蠻好打 他這邊打算選傑西 傑西也是OK的吧 我記得 傑西也OK 因為上次你有看我玩 他換了 他換了 你看吧 我覺得傑西比賈克斯OK 傑西 傑西 你是不是聽得懂中文 啊 這個素選手 你是不是聽得懂 你就想玩我嗎 傑西其實還不錯 因為其實 藍寶有點打一波combo的 就是他打一波combo 那其實 你可以是他第一次QW噴火出去的時候 把他敲回來 直接把他敲起來 對 因為藍寶的combo就是 Lan寶的combo就是 QW過去之後 然後再接雨差 再接雨差嘛對不對 然後在 中間 如果你有雨差中了之後 然後放大絕 然後再QW 然後產生過熱之後 過去打一輪 對 這是 藍寶最常見的一個combo 那 你就是 選傑西就可以中間直接 把他打回去 他就沒辦法 QW之後直接斷掉他 對 而且我覺得傑西 藍寶打傑西比較不好打的地方 就是因為藍寶吸血 並沒有那麼強 他除了吸血一趟之後 吸血也沒有變得很強 因為打傑西最重要就是吸血 然後吸得起來 一發 一的那個百分比的傷害 對 因為其實傑西 現在 比較常見的就是 先把Q跟 一 一先點板嘛 這個Q1 然後就打一波 一波一波這樣 但是如果你吸血吸得回來的話 那 那個打20%就 完全都沒有什麼用 對 可是其實20%蠻多 就是你吸血 那魔防的話 只能就是加減 因為如果你要先把 sustain能力撐起來的話 其實魔防就只能加減 對 就是 其實就是說 傑西這個角色 其實就是面對他的時候 就是 不太 我覺得只要 吸得回來 然後他打比較不動 但是 你物防還是要夠 不然 對他那個 槍形態的Q射一發其實 其實是非常痛 那個東西非常的痛 那 但是 但是 藍寶吸血也就是比較少一點 比較難 而且 你到底要吸什麼東西 就是你QW過去 直接被他敲飛 難道你要吸小兵 對 但是就是說 藍寶其實打傑西就是 如果你有辦法先消掉 傑西血的話 就是說 我們不要打跟你打一波看破 就是 直接用 持續性的不斷消血對方 就是 你可能大局可以先丟 把他丟到打到一半 然後怎麼樣 就是慢慢去消耗血 因為傑西沒有回血的手段 對 因為傑西回血手段其實比較差一點點 好 那以上是 藍寶對上傑西的 大量分析 他講了好像整場比賽只有藍寶對傑西 也太大量分析 也太大量分析 其實我最近好像比較有打中路 那因為藍寶其實貝殼他本身就是藍寶很熟 那所以說像剛才碰到 這個改版後的藍寶的話 就會想要來問一下 因為其實有蠻多人就是 都表示說 藍寶改版後他不會玩 因為那個噴火不夠痛 對 其實是降一點點傷害 但是其實 只要你看破看得對的話 其實還好 我覺得 就算是你點防天賦 也還好 也還好 我覺得還是可以打 因為我最近也是出了 也出了好幾場多 好 那以上是藍寶跟傑西的 深度分析 好 對 以後我們就說是深度分析 還好你沒有拿什麼氣象圖來 讓我來比我 拿瘦的 以後我們系統就會有 然後畫面上呢 我們就把這個藍寶圈起來 對 然後那個氣象系統 你畫一圈還會有紅紅紅圈 這不是彈丁找戰犯好不好 我覺得你很適合擔任找戰犯這個工作 我有一點怕 我覺得比較適合你 因為你好像比較 因為我很怕得罪選手 哈哈 不是因為我跟選手比較熟 所以我經常在台上就一直開選手玩笑 但是有些觀眾不曉得 就是為什麼你要開選手玩笑 但是我就說因為我跟他很熟 我私底下也是這樣笑的 Deluke Dinter在那邊冒了好幾滴 還在講說 Deluke Dinter 他最倒楣的地方 是他跟整個轉播團隊都很熟 所以他就完蛋了 每一個人都表他一下 導播表他一下 我表他一下 然後這邊字幕表他一下 古德表他一下 我在順便再表他一下 完全都沒救 他那個跟總共團隊太熟就是這樣 所以 你看啊 其實TP 那種名則保身 除了平常跟我們聊聊天以外呢 就是不敢跟我們太熟 不然的話就是沒事上節目就一直瘋狂的表他們 好啦 那這個新加坡先鋒隊的漫武巨人 其實我覺得漫武巨人今天的選角算是 還算四平八穩 對 我覺得還算不錯 對 我覺得還算不錯 我覺得他們選這種 角 陣容來說 穩穩的打 其實後期來說其實還是蠻蠻好打的 但是這場新加坡先鋒的話就是 後期這兩個字啊 你知道新加坡先鋒在聯賽的比賽風格就是說 動不動就15分鐘打領先一萬 然後把遊戲收掉 我覺得可能關鍵會在於阿里身上 因為阿里有沒有辦法去 你知道嗎 要怎麼講 就是GANK可以強力一點 對 打到別路了 對 就是說你如果中間拿到藍之後 然後洗兵洗多一點 洗兵洗多一點 然後之後趕快去幫忙 幫忙洗他 但是他要對摩甘娜 摩甘娜其實兩邊都是互洗兵阿 但是如果你前 如果可以跟摩甘娜互洗兵之後 然後洗完之後馬上去做GANK 那你一定比摩甘娜還快 對啊 我覺得應該要利用這種優勢過去打 對 所以要看他這個有沒有辦法來GANK到 譬如說中或下 譬如說中或下 那因為摩甘娜其實我覺得 新加坡心風拿的角色算強勢 因為他們的Jungle拿的是李星 對 我覺得就是說 遇到李星的角色 我覺得冒凱也要注意 因為其實我覺得冒凱 有一點怕被Anti-Jungle 因為他打架的能力太弱 對 就是他比較偏防守型的一個Jungle 如果遇到李星很強 很強硬的GANK的話 我覺得那個 那個趕快上路啊 中路啊趕快要趕快 趕快支援他們 好不習慣 從來沒有看過這個 歡迎來到召喚峽谷是簡體 好那 新加坡服 我們現在看到 曼谷巨人隊其實初期 一開始就在自己家門口 塞上一根眼 對你可以看到 其實曼谷巨人隊 現在其實進步很多 現在整個眼睛一開始 要怎麼防範 其實他們都有一定的想法了 三折功而成良衣 這邊又是長矛的成語教師 這個成語就是 你手臂折斷三次之後呢 你就會變成一個 知道怎麼樣治手臂骨折的良衣了 所以曼谷巨人隊現在 你看這個 初期的眼睛的防守 是有防守到藍buff這一區 因為他們也知道說 對面的一級進攻其實有點強 對 因為其實冒凱通常都是藍起手 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其實 新加坡先生知道這一點 那就是 有 有那個機器人 然後摩甘娜兩個 暈跡的話 然後來做一個前期攻擊 其實是很正確一點 雙方軍隊也開始進攻 不過我覺得 這邊如果你知道 對方要來的話 我覺得 比較好的方法就是 挖個洞給他跳 然後利用草叢先取一個先擊 先打的話其實 還不錯 但是因為 這邊定級不夠 然後對方又有機器人 其實 射程上來講是 輸對方一些 我感覺新加坡先鋒要偷拉藍buff了 果然 果然偷拉了藍buff 那這時候冒凱丟樹上去 完全是要打到上去打 迅速的smite 漫古軍隊表現 優異打出了一個first blood 哇 你看你看 如果 馬上知道對方的陣容之後 你知道嗎 剛才這個反應 我覺得就很快 非常棒 而且因為 他也已經想到說 對方會拉走他的籃棒 對而且你看阿里其實 一直在旁邊盯著看 一拉出來 所有人馬上就馬上 立刻涌過來 對我覺得這個打 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我是好像上個禮拜 OGN的比賽看多了 感染了 韓國主播 沒什麼事也要大呼小叫的風格 你看現在他們上線了 上線了 都知道smita 就是這種感覺 smita 你也要講出來 格雷夫撿兵友 這種感覺 因為韓國主播風格 其實我有點學不來 不知道該怎麼說 沒有因為那天我 那天我不是跟你講嗎 就是什麼 E E過去然後放個冥火 Q一下放個冥火就殺了一個人 但是韓國主播喊的像是 他家八十歲的奶奶生小孩了 對 有一點太誇張了 我基本上是覺得 這樣子觀眾也會累 我距很多觀眾來說 是這樣比較刺激 他們比較不會想睡覺 喜歡的風格不一樣 好我再看看 中路這個地方一個 Gank 漂亮的Flash 瞬間躲過了摩甘娜的Q 我覺得表現精彩的 曼谷居然對 不過這個Dive是相當危險的 哇兩個人各被塔尻了一下 這個是比較虧一點 但是他點燃到了藍寶 藍寶的血量其實蠻低的 對我覺得 趁著藍寶還沒有4級的時候 先來做一波Gank是正確的 就是說 你不要等到藍寶可以 就 來去自如 4級之後可以去對血技 做什麼傷害的時候再來 就是說 趁著藍寶有機會 先把他的 先把他的Flash先打掉 然後等一下藍寶就 不敢太囂張 不過藍寶喝水現在鞋子比較 因為你看一下 因為 你要中路Gank摩甘娜其實 很困難 難度有點高 對你只要一捲過來 馬上上個黑盾上自己 那其實一點效用都沒有 對因為那捲的速度不夠快 對就是 我們在Jungle的時候 就是要 你 你玩一個Jungle角 然後一進畫面的時候 你就要先開 你就要開始分析 就要開始分析 各路哪一路其實是最好 最好Gank 哇 中路被帶進去 然後在這個地方遭到了 一個反殺 感覺不是很妙 下路這個地方 機器人跟庫奇聯手 擊殺掉了露魯 喔 葛雷夫衝出來反殺機器人 可是我覺得他這樣 會被庫奇打死 唉 果然是被庫奇給擊殺 那麼這樣子的話 下路其實就是一個 一對二的交換 而且再加上 中路被擊殺掉的冒卡 還送了BUFF給摩甘娜 其實架子一輪換下來 曼谷軍人是倒虧的 對 非常的虧 所以我剛才說 其實 你 速人去Gank中路的摩甘娜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其實很容易上了黑盾之後 馬上 射一個反 射一個Q 然後接著反殺 李星來到上路傑西這邊 傑西把李星給敲開 可是為什麼一定要走進草叢 他是要躲這個飛叉 躲過 藍寶的飛叉 那麼 躲完之後呢 是順利回到了塔下 躲過了這一次的Gank 對 我覺得剛才下路那個其實也損失很多 因為其實不僅是死掉之後 所有兵線全部都在那邊的話 其實會損失非常多的經驗值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錢跟經驗值都掉不少 對 通常我們如果 要跟對方換命的話 換命的話最好是在對方塔下的時候 就是說 你有很多 很多兵 很多兵要增加進去 這時候如果跟對方換命的話 絕對是一個超轉 就是說 你殺 兩個人互換之後 但是他的兵很多減不到 可是下次來的時候 你就會領先非常的多 好 機器人 叫他 飛機 又回到了下路 你可以看到 完全跟貝克說的一樣就是 格雷夫現在已經有一個減兵上面 落後已經是十隻了 而且 露露這個 露露這個support 遇上 機器人其實不太好打 因為他脆弱 因為他脆弱如果被機器人 拉過去的話 其實是非常危險 那他Q 在support的攻擊裡面 確實還算是偏長 但是 面對機器人的手的話呢 整個Q的長度 對 會打得非常熟識 對 那本來應該是要一個進攻型的輔助 但是 面對機器人只能比較防守 這樣是很 比較傷的 我覺得這就是說 現在的遊戲剩下越來越多元化 就是說 冒凱衝上來 有沒有辦法綁到呢 這個地方 酷奇飛了一下 Flash把冒凱帶線的塔下 再加上機器人一抓在這個地方 哇這個打得太漂亮了 我覺得他們的反打非常漂亮 那就是 每次進攻 有機器人輔助的AD的時候 非常要注意的一個地方就是說 他們隨時會 逃進塔下之後 而且他是在要捲的時候 然後瞬間Flash過去 順便把冒凱衊帶到塔下 上路 上路 不賴妙 Flash 他是不是Flash撞牆 看一下 對他Flash撞牆 但是這邊其實是跳不過去的 因為那邊那個距離太寬了 要在中間的那個石頭 那個石頭 兩個石頭 就石頭正中間 流比較超細一點 露露又被機器人拉到 感覺又要升仙了 又要升仙了 那葛雷夫為了救露露呢 衝了上籃 但是 我決定反殺酷奇 這個Flash上去 反打酷奇 非常正確的一個判斷 嗯 確實曼谷軍人隊友在進步 而且你看 被這樣子狂打一輪之後 其實 新加坡先鋒是逐漸領先 不過還沒有拉得非常 開幕前領先 實在一千塊 對跟一開始 喔喔喔喔 阿里被關到 再加上李欣再牽一個大 摩根納的大 阿里在這個地方遭到的擊殺 是 剛誇而已 就噴了 這 這是告訴你 不能夠玩嗎 不會吧 那我們現在開始誇新加坡先鋒 對 好強 新加坡先鋒去了 一趟國外回來以後 感覺更強 而且我剛才覺得其實 阿里其實有機會跑走 就是 你看他大決還沒有開 對他交三次大決 感覺有機會 就是說其實是有機會跑 但是 主要是他先被Q到 對 就是比較慘一點點 就是 你在 阿里面對這個 摩根納的時候 就是絕對不能被他Q到的 就是 除非是先被他牽到大決 然後暈 暈下來 那個被Q到那是無可厚飛 那是一定 但是其實正常來說 阿里其實要 要被那個摩根納 不太可能上來用大決硬牽 他還知道阿里會飛掉 他一定是Q中看有機會才會上去安克拉 因為如果大決換大決的話 其實摩根納其實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轉動 又被Q到 又被Q到 好痛 而且感覺在傷害力上面來講 被摩根納QW一發還是太痛 對 而且現在其實藍BUFF被搶走之後 那阿里沒有辦法洗兵的狀況之下 那 你就是支援的效果也沒有 因為 洗兵的話摩根納絕對是 無人初期以後 這個 世界 可以說是在全英雄裡面 洗兵 可以排隊上的數一數二的 對 可能就輸什麼 咖哩歐阿 什麼那些 咖哩歐是直接應洗兵 魔鬥凱撒這種 對 只輸這種 就是丟三招直接幫你洗掉 對 好 星雄戴安娜洗兵也是很快 那其實新加坡現在會很聰明 就是說 你知道 茂凱其實並沒有 那麼強勢的 在放 沒辦法強勢的守野區 然後過來直接 做一個Anti-Jungle 什麼都打掉了 那其實茂凱其實 等一下經驗值就會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哇 摩根納跟李星 埋伏在上路中後半這個草叢 我覺得傑西這樣子是比較危險的 現在在等藍寶把兵線推過來 我覺得曼谷巨人隊這個 茂凱等一下會 會有一點點悲心 因為現在已經 我上去硬環然後把他踢在牆上 加上一個藍寶的大絕 他要逃回塔下 只有大絕這條路可以走 所以就踩在鳳梨上面往生 這個三代不一我覺得 曼谷巨人隊應該要馬上去吃龍才對 有反應了 稍微慢了一點點 但是有反應 對 因為三代不一上路 這個是非常誇張的一件事 你一定要馬上吃龍把這個補回來 才行 但是 酷騎這邊好像有想要防守的意思 而且茂凱的血量有點偏低 現在又很怕機器人的抓 啊四個人 被兩個人逼退吃龍了 哎呀 主要是茂凱的他等級太低了 對 現在已經十分鐘了 茂凱還沒有到六級 這個是其實有點偏低的等級 當我想到昨天晚上的一個隊友 沒有沒有沒有 他比較強 他比較強嗎 他打到十四分鐘還沒有上六級 他十四分鐘還沒有上六級 我覺得 你看到十四分鐘六級的時候 你就有一種 無可抵擋的絕望 你就會覺得說這到底要怎麼玩 對方 隨便高到三級拿個Q尻他 他就死掉了 其實現在其實茂凱也是一樣的 一樣的整 就是感覺 就是說 你現在其實在jungle其實 其實完全不安全 就是 你其實隨時都會過來 anti-jungle 你會非常的慘 我發現豆腐 他的ID其實不只是豆腐 其實他是豆腐boy 豆腐boy 就讓我想到 某個知名的漫畫作品裡面 很喜歡叫人家什麼什麼boy 豆腐boy 豆腐boy 所以豆腐boy 可以看穿別人的 是他被看穿了 是他被看穿了 豆腐boy 我已經看穿你了 另外一個我 我覺得豆腐boy的另一個我 就是那個 他那張奸笑的臉 對啊 其實他有雙重人格 他有雙重人格 好噁心 那剛剛還沒有吃掉龍 然後新加坡軍 馬上就過來把龍殺 因為現在其實完全沒辦法 跟那個 新加坡軍他會戰 現在會戰肯定打不過界 現在十一分 新加坡軍軍已經把領先 拉開到了 茂凱還在五級 你看看這怎麼玩 那十一分半喔 被拉到了 六千塊 然後茂凱還升不上六級 茂凱的經驗值條 竟然還有半條 上路兩個人打一個 打一個 豆腐boy 差點被打噴 還好阿里 焦大絕逃出去之後 是由傑西 把豆腐給收尾了 那上路取回了一個擊殺 但是摩甘娜馬上開始 推中路 然後這邊五級的 歐卡要來守這個殺 小勢有一點心跳 我感到 我感到他守不住 阿 震地 震死你 這個Q要是Q到他 小勢哥我要捲你了 這不可能捲出來 再捲出來當場生仙 你打一個Anti-jungle 可以讓對方的jungle 這麼慘的話 完全就是一個 欸他六級啊 他十二分六級 贏 贏 贏 可是我們的那個是一個 不太會玩的一個朋友 不能這樣比 好那 看了新加坡先鋒隊 現在真的是 越打越順風 其實自從中路拿到雙buff 然後下路一換二之後 我覺得新加坡先鋒 就一路把這個優勢滾下去 對主要我覺得最關鍵的是 冒凱前面的兩次gank 失守 那兩次把命送掉 我覺得非常的關鍵 就是你 你一施 一旦對方知道你這個gank 失守 然後還死掉之後 等級一旦有落差 離心又比他強 直接過去吃 你完全沒有 一點壓力都沒有 一點壓力都沒有 阿里這個時候嘲諷命中 但是沒有太大的效果 冒凱勇敢一綁 被flash完全牽了一點 但是現在招式全丟 摩甘娜非常的危險 摩甘娜遭到了擊殺 機器人衝到了這個地方 來加入戰團 但是其實慢舞居然對人通通都在 然後冒凱血量有點危險 傑西開了一個墊墻之後 開始加速後側 飛機直接飛上前 被打到沒血 立刻往後側走 傑西仍然在持續輸出 冒凱其實真的是一個相當 防守型的英雄在這邊 撐了非常的久 但是這個地方被豆腐boy呢 丟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大絕 權重之後呢 這... 遭到了 他... 對 另一個我跑出來了 3POQ 這肯定是另外一個他 這麼...這麼...這麼熊 豆腐boy啊 可是你看到其實冒凱這個角色就是這樣 就是他其實等級也不用很高 但是他的技能是非常的好用 他的大絕跟他的防 還有陣地其實都是... 你不需要等...你不需要等級很高 但是他其實他有他的效果在 就...其實非常強 其實像他這種型的英雄 我覺得在牛幾乎都出不了場的狀況下的話 其實冒凱還是一個有一點點類似 但沒有像亞歷斯塔這麼誇張 因為亞歷斯塔他有點扯的地方 就是說他的大絕反正是固定趴數減傷 他也不需要... 他練高當然是減傷趴數比較多 但是他就算沒有等級 而且他的Q跟W的CC是非常好 對啊 跟...跟等級也沒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就是他只要放得出來就好 所以...牛這隻角色之類這麼誇張 我覺得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認為他其實需要再... 調一下 因為基本上來說 現在已經是百分之一百倍 很多人講過就是說 有一些角色就是他... 技能本身就已經...很強了 就是說你再怎麼改 他還是很強 就是...你看到其實以前Easy啊什麼 牛其實都被Nurve過非常的多 但其實他的技能強是 會玩的人去用到還是非常強 其實...他還是有地方可以下手 例如說... 你可以讓他更需要一些等級 例如說你把QW的... W可能還好 但是Q的擊飛時間你可以以等級成長啊 就是這不難做啊 那...那...就是前面的幾個Rank 前面幾個等級的時候 你可以把他擊飛不要用得這麼的誇張 就是你...你現在被... 牛WQ...WQ一下就是... 之前有一個大Nurve過後 就...好像就沒有那麼強勢了 但是大家... 開始用他來Jungle跟... Support之後 其實發現... 其實他的還是... 還是非常好用 因為... 我記得以前的牛... 大局減算是90% 對... 那其實現在...現在好像... 對...現在其實Nurve過之後 其實... 好像... 一開始大家覺得... 欸...好像已經沒有那麼強勢了 但是其實Jungle跟Support 其實還是非常厲害 因為...就是沒有裝備的位置啊 Jungle... 喔喔喔... 葛雷夫被機械人拉了一下啊 感覺也要生鮮 感覺也要生鮮 但是... 魯魯又套了他一個大絕 其實這個大絕套得算挺準 套上去之後呢 拯救了葛雷夫的姓名 但是... 另一個我來了啊 豆腐Boy衝到這個地方 準備是要放大絕 但是被... 五個人圍住之後 遭到了Shutdown 遭到了Shutdown 但是他在死前一刻呢 翻開了他覆蓋的陷阱卡 丟出了他的大絕 所以他丟出了他大絕之後 而且把葛雷夫血量原本就偏低 逼到後面去 其實這個一定不是另外一個他 這個是善良 這個很善良 太善良 太善良了過去直接... 手軟 手軟 這個不是... 不是... 法老王 不是那個兩個眼睛一直瞪著那個那個 我們看眼神就可以看到 到底是哪個人格出現 的確 在他照片裡面那個眼睛... 眼角上掉就是... 快翻白眼要瞪著 就是法老王 另一個他 法老王 哇... 阿里跟傑西來追殺 哈利路亞 李星 李星在這個地方再怎麼會跑 看起來也是一臉 GG的樣子 連... 露魯都加入了 露魯都吸到了助攻 我覺得現在新加坡打得很... 很隨意 打得很隨意 打得相當鬆散 打得相當很隨意 就是說... 我們只要有明確的目標 就是各路開始... 不斷推線 然後逼你直接過來會戰 其實... 隨便打都可以了 因為其實已經領先非常的多 領先非常的多 他們現在的會戰的自信是很高的 對 而且... 有一個重點就是... 新加坡選了一堆... 大絕AE很強勢的角色 其實很適合B戰 你看... 其實... 藍寶 摩甘娜 機器人 這三隻的AOE其實是非常的可怕 都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可怕 你看... 藍寶放大絕保護摩甘娜進去 然後... 定了之後 然後機器人在沈摩 對... 聽起來就覺得有點... 聽起來就很強 對... 新加坡先鋒其實蠻喜歡這種 大絕COMBO系列 上次新加坡先鋒選一個 也是很經典的組合 就是... 加文加... 莫菲特加... 古拉格斯 對... 三招大絕一起丟 你幾個人都要死 然後茂凱衝上來綁不住摩甘娜 對... 就是... 看到那個該死的黑盾 因為綁的速度絕對不夠快 那... 完全有反應時間 喔齁... 藍寶大絕極限距離 扔出來之後呢 看到滿地的鳳梨 加上邁國軍隊給擊退 這下機器人從旁突出打算要 偷拉蛋石沒有得到 這一定是另一個他 這一定是另一個他 他就閃現上去 然後... 太兇了 飛插 翻開他的陷阱卡 是一個Flash 極限距離的Q加上黑水 但是呢 這明明有眼睛 機器人判斷對方會往後退 結果抓這一下是一個空抓 那麼究竟擋不擋得住機器人逃走呢 看起來好像有機會可以即加機器人 可是踩在這個摩甘娜的黑水上 輸出是非常不理智 喔齁... 再一個黑水加Q 將阿里給擊殺 那麼剩下茂凱呢 你就... 你就... 乖乖的成為木材 對 因為自從那個牛開始 比較少被... 一直被ban 然後都出不了之後 我覺得現在機器人其實是一個... 大家要開始... 反而用機器人來做一個support 就是非常... 因為機器人也是非常贏 然後他還有那個... 他的被動那個魔... 快死掉會超出一個魔盾 其實都是非常討厭 然後他CC也夠多 然後大... 對 大絕他那個範圍沉默也是超強的 對... 對... 好 這邊是要打... 咦? 咦? 好 露露跟李星... 應該是... 大夫互殺吧 我猜 到底在哪死啊 真的是 為了 莫非是直接大夫到家裡去 到底屍體在哪裡 好 這裡這裡 上塔 看到... 所以是大夫上塔死 看到露露死掉 只會剩下帽子跟法杖 所以李星打我 我覺得打... 現在打很輕鬆啦 打得很極限 可是他根本就... 隨意在打 因為... 他... 他甚至... 彎刀神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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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你的信徒 對... 不是我的信徒 他本來就會還 還帶彎刀神叫 實在是 聽起來... 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各位觀眾朋友知道 什麼是彎刀神叫嗎 就是玩什麼角色都要出一把彎刀 因為... 其實彎刀在... 適合的角色身上 是一把非常超值的物品 因為它便宜 而且你知道嗎 就是... 所有的吸血的道具 全部都... Nerf過後之後 只有彎刀... 跟死刑宣告 兩個沒有被Nerf而已 你就知道彎刀有多麼厲害 這是維二的... 維二的沒有被Nerf吸血 所以它還擁有高吸血的道具 我們又在推廣彎刀神叫 歡迎大家來 結果今天晚上 排搜人員 看到每個人都出一把彎刀 然後就輸掉 你知道彎刀其實真的很厲害 就是它可以緩又傷害 對... 它砍內一下有緩又150點傷害 而且它本身就帶夠高的傷害跟吸血 其實真的是一把相當超值的物品 只是說它沒有辦法升級 除非你要升級那個... 海克斯科技巷 對... 所以它升級比較沒有那麼好 但它... 本身的... 它那個CP值是... 本身是很高的 CP值真的很高 所以... 居家旅行跟殺人越獲必備好刀 啊... 推薦大家都可以買 阿里嗎 阿里嗎 哪裡可以賣 喔哪裡可以賣 我以為你說阿里可以賣 我想說你這也太扯了 你這也太離譜了 誰會相信你 晚上回去看到... 那個... 帶彎刀的AD阿里啊 AD阿里其實之前也有人... 玩過你知道嗎 就是... 你只是取它的大絕靈活跟有一個魅惑而已 你就是覺得... 有些沒道理 對... 因為其實它的... 沒有AD的係數實在 其實... 比較不好 沒有那麼好用 加速衝得上去 其實... 新加坡先鋒仿佛沒有看到那處 中路兵營塔 你看著機器人 然後最後終於被... 格雷夫給轟掉了 阿里套上大絕之後呢 你應該衝進去坦 還沒有隨便講講 當然是開玩笑 對... 我覺得其實曼谷巨人隊 他們在選角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是有想過的 但是其實... 因為冒凱的等級沒有起來 裝備也沒有起來的話 那如果直接捲進去的話 就沒辦法打到... 其實冒凱是非常怕這種早期Gank失敗這種事情 因為他Jungle本來就不是很快 所以他就是一個Jungle 就是Jungle然後輔助來駐成的一個英雄 但是他如果前面失敗的話就會... 就有一點殘 阿里被關到之後呢 直接三個人就... 朝著無助的阿里衝了上去 然後在這裡秒殺了阿里 那上路已經... 沒有了兵營塔 剩下... 光溜溜的水晶兵營 完全擋不住呼吸的恐怖 曼谷巨人隊的貓凱讓我想到... 前幾天我看那個... 那個... 哈俠的戲劇 哈俠的戲劇 好...不用再說了 我覺得你在侮辱曼谷巨人隊 哈哈... 好... 任何Jungle被跟哈俠GG相提並論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非常傷心的感覺 阿里昕在這邊遭到了擊倒 阿里昕遭到了擊倒 庫奇一直在瘋狂亂Live阿 他只想要步上邱威的後塵 但是... 這一場呢 因為曼谷巨人隊其實已經相當難以抵抗 新加坡先鋒隊的進攻 你看庫奇竟然敢在這個地方直接跟傑西對打 那是因為... 這個就是很那個... 新加坡先鋒隊的一個風格 得理不饒人 得理不饒人 我完全不放過你 那就... 甘願跟你在這邊亂拼一通 反正已經贏了 只要有一種... 在打NG 什麼都要打... 脫殺兩隻 對 什麼都要打得非常機械 又來了 鳳梨又來了 阿 鳳梨又來了 我知道鳳梨在說什麼嗎 就是藍寶的大絕 當他選用這個熱帶叢林造型的時候 他的大絕會射出一排的鳳梨 你看他背上有三顆鳳梨 你看他背上有三顆鳳梨 你知道... 因為我... 完蛋堡從來沒有... 沒有這個Skin過 我很認真的在看他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超酷的 背上背著三顆鳳梨 那就是他的大絕 等禮子... 什麼... 等禮子 等禮子 等禮子是鳳梨 那左手那個看起來像椰子還是什麼 那個是樹枝 那個是什麼 欸 竹筒什麼之類的 為什麼竹筒不會燒掉 什麼東西 算了 我們還是不要來研究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會有解答 他左手有顆椰子 而且他的腳 兩個腳是椰子殼 對 兩個腳是椰子殼 很可愛啊 蠻可愛的 你心想目前其實現在完全可以吃個巴龍 然後就直接吞進去 但是... 但是他們好像直接想要拼一波中弩啦 感覺更好 幹 來了來了 好 現在... 不然就採用一個非常激動的風格 來波波看看這次的會戰好了 但是我覺得波完我就整技爆笑 喉嚨整技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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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嚨 好 現在公路在塔前不斷的 漫武軍人隊試圖把兵輕出去 跟盡量poke 我覺得整個大絕下的時機沒有非常恰當 就是絕對對方會盡量就嚇人大絕 希望等一下可以看到另一個我出來 然後直接把所有人的燒死 另一個我一直在... 你有沒有看到他一直在堆熱能 他不當熱能掉到50%以下 就是為了要打一波 這AD是另外一個他 怎麼那麼熊 欸 他掉下來 他丟到過熱了 他剛才丟到過熱了 現在已經... 也沒有熱能的時候 就是正勝場了他 這樣就是盤狼的嗎 對 沒有錯沒有錯 喔喔 抓到了 機器人伸手一抓之後呢 捷系被抓起來 就說 阿 打雪 喉嚨 摩格拉進場放了一個大絕 全部都殺了 剩下一個阿里在... 李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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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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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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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那我看著的阿黎這個一滴血 我兩滴汗都滴下了 藍藍寶衝到前面去 機器人在上前一個拉沒有拉到油 喔那 理性飛進去溫泉裡面抓到了 擊殺史密達 遊戲結束了 伊比達 好累啊 整機爆銷 長毛整機爆銷 我 不是 我是真的很累啊 我覺得 我有請教一下 韓國那幾個主播他們那個是怎麼樣保養猴龍的 我汗都滴下來了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我也是笑到出汗 但是這場比賽當然是恭喜新加坡先鋒隊獲勝 不過我覺得是 曼國軍人的選角其實已經比較成熟 但是 這場 我覺得開始有一些戰術性的想法 而且1st block的地方其實是打得很漂亮的 大家不能否認 其實 老實說我都捏了一把冷汗想說 我如果被這樣打 我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 曼國軍人隊顯然是預料到了 新加坡先鋒隊會把藍buff扯出去 所以所有人都在等扯出去 所有人聚在一起的那一瞬間要跟對方接戰 對 我覺得就是越來 這個就是經驗 就是你越來越有經驗你就會覺得 瞬間去反應要去怎麼應對對方的戰術 其實我覺得這經驗很重要 對 所以這場其實1st block的地方 曼國軍人隊表現得漂亮 那主要崩盤的點可能是在 就是在 在冒凱那兩次gank被拉到塔內 對 我覺得雪球從那邊滾起來 就是兩次gank失敗之後 然後李星開始anti-jungle 然後整個jungle就全部吃掉 12級才升到6級 聽起來 12分鐘6級 對 12分鐘升到6級 你有沒有聽起來感覺到 有點慘的感覺 然後因為藍被吃掉 然後也沒辦法抵擋摩根擋 就慢慢就被滾起來了 就是後面其實就沒辦法 對 當然是這場還是恭喜新加坡 先鋒隊獲得了勝利 那 曼國軍人隊有進步 喔 還是有進步 那面對門神其實感覺後半段 還是打得比較淒慘一點 但是前半段的表現其實真的是不錯的 好 那繼續加油 繼續加油 那今天曼國軍人隊 YA的比賽就這一場而已 就這一場 還好我們啤酒沒拉出來 我現在倒是有點想潤潤喉 我覺得我喉得好痛 好啦 那第一場的比賽就 恭喜這個 剛歸國的新加坡先鋒隊 取得了勝利啊 曼國軍人隊再繼續加油吧 好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進個廣告 廣告之後呢 即將要帶回來的是 西廣小丑隊對這場 新加坡先鋒隊的今天晚上第二盤比賽 先進個廣告休息一下